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领袖的时间 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 一个蒙恩的人 可以仍在嘴中叫恩典显多吗 答案是断乎不可 因为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动了慈心的主 我们思想 动了慈心的主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 马可福音第一章 35节到45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 35到45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耶稣爱我 我知道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有圣经告诉我 凡小孩子 主不要 我虽软弱 主强壮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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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经告诉我 耶稣爱我 我永不忘 永不离开 他逍遥 白日遭难 主打酒 黑夜睡觉 主看守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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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经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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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经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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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圣经告诉我 马可福音第一章 三十五到四十五节 次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进了会堂 传道赶鬼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 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 即使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耶稣严严地嘱咐他 就打发他走 对他说 你要谨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 给祭司查看 又因为你洁净了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传扬开了 教耶稣以后 不得再明明地进城 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马可福音第一章 三十五到四十五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四十一节 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 经文说道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 我们再背诵 我们再背诵一次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动了慈心的主 主耶稣不是一位 难以动慈心的主 相反的 他常体恤我们的情况 主耶稣当日 是没有必要摸 那麻风病患者 先知以利亚医好 乃曼 且未曾亲手摸过他 你要知道 主的医治 不像是 医生执行任务 把病人身体毛病治好了 就算是完成任务 主耶稣伸手摸这个动作 表达出 他对全人的接纳 麻风病患者 多年的心病 就是被人拒绝 主耶稣要连这个心病 也一变治好 律法告诉耶稣 绝不可以摸麻风病人 如果他让麻风病人 走进六英尺之内 律法就会控告他犯了 极可怕的不绝之罪 但耶稣却伸手去摸他 因为耶稣认为 人生要遵守最大的律法 就是爱 爱就是全部律法的所在 主爱我们 胜过一些的顾虑 在那年代 对麻风病患者 多存着歧视跟误解 人人只求独善其身 小心言行 主耶稣竟触摸麻风病患者 对这个麻风病人 信仰的神圣不在乎 安排巧妙的敬拜 或动人心弦的赞美 而是让神的手触摸我们 是的 这是最神圣的敬拜礼仪 没有人知道天堂的美善 但这清清的一处 什么话都不用讲 也不用分说 试问 有什么话可以形容 有罪的人 竟被神出摸的这种感受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可以走得远 爱得深 跟得紧 爱得多 跟得远 旷野玛纳 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今天我们思想 动了慈心的主 这个题目 古代以色列人士大麻风 如同绝症 被人看为天前 又因为具有高度传染性 必须隔离 是其严重的灾病 立位纪十三章 对于大麻风 有很清楚的界定 不洁净的人 必须被隔离 独居营外 要跟家庭 朋友 正常的人际活动断绝 不能参加敬拜 米利安曾经被判定 要过这样的生活 他因为跟亚伦 毁报摩西 被神惩治 长得大麻风 有血那样白 摩西赶忙 为米利安带求 求神不要使米利安 向那出母妇 肉以半烂的死胎 甚至是哀求耶和华说 神啊求你医治他 神垂听摩西的祷告 吩咐摩西 把米利安关在营外齐天 然后才让他回来 于是米利安被关锁在营外齐天 百姓没有行路 只等了把他领进来 这是一件让米利安蒙羞的事 马可福音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记载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说 你若肯 便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瓷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及时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这个来找耶稣的麻风病患者 叫什么名字 我们不知道 根据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记载 他满身长了大麻风 陆家医生仔细记下了 这个麻风病在这人身上的情况 表示 这大麻风是非常严重的 第位记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记载 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 他的衣服要撕裂 也要蓬头散发 蒙着上唇 喊叫说 不洁净了不洁净了 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 他便是不洁净 他既是不洁净 就要独居营外 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必须被隔绝 形同一个活着的死人 不能住在城里 只能独居营外 马太 把耶稣医好 这个麻风病人的事迹 放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因为马太不是按照时间顺序 卸载耶稣的事迹 而是按照主题记载 在耶稣许多教训之后 他记载耶稣一连串的衣制 马太和马可都没有告诉我们 耶稣在什么地方 医好 这个长大麻风的 路加在路加福音 五章十二节提到 有一回 耶稣在一个城里 长大麻风的人 是不能进城的 但这个人 大胆地前来求耶稣医治他 他迫切到一个地步 顾不得许多 进到城里来找耶稣 他不愿意坐以待毙 他那渴望得医治的心 就迫使他采取行动 他一定是听见耶稣的名声 抓住一线机会 又来找耶稣 这个大麻风患者 没有离耶稣远远的 他看见耶稣 就俯伏在地 求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这人对耶稣有信心 他认耶稣为主 求耶稣医治他 他不是说 主若能 就医治我吧 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换句话说 得医治的关键 不是主能不能 而是主肯不肯 他尊重耶稣的主权 深信他的能力 你一定能 只要你肯 今天 我们对主要有 同样的信心 马可记载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耶稣怜悯他 不轻看他 他没有拒绝 到他面前来的 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没有说 你离我远一点 当他看见这人 满身 长满大麻风的时候 就动了慈心 耶稣了解他的痛苦 知道他被隔绝的孤单 被人离弃的绝望 晓得他的无助 他的无奈 他听见他的呼求 就动了慈心 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你说 大麻风既然不洁净 耶稣怎么能摸他呢 不是染了污秽吗 马太说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色亚的话 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耶稣可以不用伸手摸他 只要吩咐一声 这人就必定好了 但耶稣怜悯他 格外爱他 愿意摸他 耶稣摸不洁净的人 也被不洁净的人触摸 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看过好多医生 设了种种办法 花尽一切养生的 受了好多苦 都没能医好 另一位记十五章 是要摸西亚伦 小狱以色列人 人若身患漏症 他因着漏症就不洁净 他所躺的床 坐过的家具 都是不洁净的 摸那人 或摸他所躺的床 坐过的家具 必不洁净到晚上 便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 这女人来到耶稣背后 摸耶稣的衣裳碎子 心里认定 只要摸耶稣的衣裳 就必痊愈 果然 他的血漏立刻止住了 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 女人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就问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心的人都说 夫子 众人勇勇积极 紧靠着你 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 耶稣知道众人的心 他当然知道 谁用信心触摸过他 当众人都不承认的时候 他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说 总有人摸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耶稣一面问 一面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让耶稣这么一问 知道自己不能隐藏了 就战战兢兢的前来 扶在耶稣脚前 把实情全告诉了耶稣 把摸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血漏 怎么样立刻好了 就当着众人都说了出来 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耶稣肯定他的信心 并且见证 他的灾病痊愈了 耶稣怎么会摸长大麻疯的人呢 怎么能让患血漏的女人摸他呢 因为他就是要来 用能力恢复一切 罪好像灵魂的大麻疯 深入到灵魂的深处 一步一步的侵蚀着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整个人生扭曲变形 用来象征罪的本质 以及它带来的后果 是一种看得见持久 非常可怕的发展和影响 大麻疯是罪佳的启蒙教材 罪是以用来象征罪 如中长到大麻疯 罪是灵性的灾病 使我们无助无奈 无能无力 罪使得我们 深深陷入痛苦绝望中 罪侵蚀人的内心跟良知 使人的心变得刚硬 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 以暗为光 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 以甜为苦 罪夺走人心里的平安喜乐 让他不能享受 跟神之间亲密的相交 我们的罪孽 使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的罪恶 让他颜面不听我们 灵魂的麻疯病 只有神能够洁净 以色亚书 六十四章第六节 先知以色亚说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神定义要我们的罪 归给他的爱子 让他的爱子来承担 他要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 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 耶稣虽然生在律法以下 但他是无罪的 因为他的源头不是亚当 他是与神同在的道 是神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 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他是女人的后裔 他跟人有关 却与罪无关 他是圣洁 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就是与世界的罪人本质 完全不一样的 罗马书八章三节 保罗说 律法 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罪真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耶稣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所取的是亚当犯罪以后 哪失去荣光 要无花果树的叶子 遮羞的 罪真的形状 但因为他是完全无罪的 我们在他身上看见 那真实未曾败坏过的人性 罪入了世界 给这世界带来痛苦跟死亡 保罗说 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主耶稣要把永生 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信奉神儿子 是名的人 就有永生 神的恩典 大过人的过犯 生命中的任何困境 到耶稣这里来 就有出路 那个满身长满了 大麻风的人 不甘心人生就这么下去 他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 说 主若肯 必能见我捷径了 他带着信心 向主跪下 扬身呼求 就经历到主温柔的医治 耶稣伸手摸 这个麻风病人 是要承担他的不洁净 要恢复他 叫他全然好了 他可以用一句话 就叫大麻风 瞬间离开他 但他却伸手摸他 用触摸来表达 对他极大的同情跟怜悯 对当时犹太人来说 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有人会伸手摸掌 大麻风的人 因为摸了就不洁净 但耶稣按手 在这人身上 用他的行动 表达另外一种语言 就是对他的爱跟接纳 长久以来 这人是被人排斥 受尽冷落的 神绝非坐在高天之上 对人间极苦 袖手旁观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要我们寻求他的帮助 全然信靠他 当耶稣一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马可记载 大麻风及时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马太福音八章四节 记载 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 给祭司查看 献上摩西所吩咐了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耶稣很郑重地要求 这个得洁净的人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不要到处去宣传 这个肉身的神迹 只要按照旧约律法 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在信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另一位记十四章记载 长大麻风得洁净之后的相关条例 确定洁净了 就行洁净的礼仪 让众人都知道 大家就可以放心 跟他交往了 今天我们这些 本是不洁净的人 是因主保险的涂抹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耶稣愿意 这个得医治的人 透过给祭司查看 众人的见证 重新开始他的新日生活 他告诉这人 不要到处去宣传 马可说 那人出去 导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传扬开了 叫耶稣以后 不得再冥冥进城 只要在外边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我们常常只顾自己感受 而不管主的感受 常常只要恩典 但是不愿意顺从 这人一讲一宣传 大家就不是要来听到 而是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大门风好了 还会复发 立位集十三章五日七节提到 灾病诱发了 已经痊愈的人 不要再犯罪 免得罪的后果 比先前遭遇的更加厉害 耶稣不定我们的罪 我们要自觉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但愿我们一心爱主 甘心约束自己 顺服主义下的吩咐 他要求我们就行 他拆遣我们就去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国度的君王 是我们灵魂的牧人 我们要甘愿受他的监督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如同牧人》 他将无人为阳大阳寺 拥抱悲剧几阳高在怀者 哦在怀者 哦在怀者 有温饵的阳导 有温柔的阳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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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扬枭阳天 阿湘无人未养的羊群 拥抱悲剧几样高在怀中 阿湘无人未养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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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他身上彰显 你无所不能的大能 跟你无限的大爱 没有一种病是你不能医治的 主啊 一个人失丧 不是因为他太过败坏 以致你不能救他 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到你这里来 让你拯救 你满足了这个长大麻风的人 内心最深的需求 他也应该满足 你对他的期待 顺从你的吩咐 可惜 他随即转眼耳不听你的话 辜负了你的恩典 主啊 你洁净了我们 我们也要醒悟自觉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循你的话 帮助我们不因为经历神迹就骄傲起来 而在你面前谦卑 好好顺从你 更加敬畏你爱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窝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四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为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行过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好